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求人 难免要和人打交道 并且通过合作 互助等方式 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实现自己的愿望 别人对你头之以木桃 你抱之以穷摇 感情才会得以维系 但很多人在别人帮忙时常常说 那好 我改天请你吃饭 而往往这句话只是说说 转眼抛之脑后 或者随便请人吃饭 吃完饭了就感觉不亏欠了 于是就没有了互动 感情也变冷淡了 曾广贤文中说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真正聪明的人从不把请客吃饭当成报答的手段 而是用这三种方式报答 互帮互助 在对方需要帮忙时 示意援手 人生常说的 礼尚往来 在受到别人的帮助时 也要尽力去帮助别人 这就是礼尚往来 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 只有互帮互助才能建立更好的关系 感恩是一种美德 更是双向的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能帮助到对方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对方的接受 感恩就不是一味地请人吃饭就行了 而是要对人血中送炭 当你的生活里遇到了很难 很棘手的事情时 别人积极地帮助了你 甚至愿意把自己不多的积蓄拿来给你救急 你就要懂得感恩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这样帮助你 每个人都有难的时候 然而能够帮助你的人 都是你的恩人和你的贵人 人生这场路上 谁都不是独教戏 今天我有难 你来帮 明天你有苦 我来扛 帮助他人 也是帮助自己 《姓氏横言》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一个名叫师父的养残人 卖残路上捡到一个荷包 打开后发现里面足足有六两银子 师父虽心动 但知道师主必定很着急 于是原地等了很久 最终把银子还给师主朱恩 朱恩准备请恩人吃饭 将银子分其一半 但都被师父婉拒了 师父虽不求回报 但这份恩情 朱恩已铭记在心 后来朱恩听闻师父采购桑叶遇到困难 二话不说 倾尽一切帮他渡过难关 从此 师父养残事业越做越大 两人的交情也越来越深 古人说 一夜浮平归大海 人生何处不相逢 人情都是相互的 度人就是度己 正所谓患难见真情 低谷和绝境时才能看出 谁是真心想帮助你的人 这样的人才是你生命中真正的贵人 对于这份恩情要给予回应 并进行爱的交换 当你挺过来了 度过了难关之后 生活也慢慢好起来了 而别人遇到了难事 找到了你 我们就不能无视 更不能敷衍 也要积极去帮助 这才是最好的报恩方式 心中秉承感恩的美德 珍惜这份恩情并给予爱的回馈 如此一来 彼此之间的爱 才能不断循环 不断流动 学会感恩 不负生命中所有的相遇 神们常说 世间一切都是遇见 老遇见了暖便有了雨滴 春遇见了冬便有了岁月 而人与人相遇便有了生命 大千世界 云云众生 我们总会在无意中 遇见许多形形色色的人和事 遇见一朵花 也许能改变你一天的心情 遇见一个人 有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 蔡根坛里写道 一个恶毒的人 如果还有羞耻之心 那么他还保留了一丝善良 如果他的善良被人发现了 那么他就会改变自己的形象 并且持续变好 如果你本是一个常常抱怨社会 又想要遇到伯乐的人 那么在接受帮助之后 就应该持续变好 从前有个以乞讨为生的乞丐 不仅时常抱怨自己的出身不好 还天天怨恨其他乞丐 抢夺自己的生意 时间一长 更是没人愿意施舍给他 一天 垂头丧气的乞丐准备回家 却收到卖花小姑娘送予的一朵鲜花 乞丐瞬间欣喜若狂 回家后 不仅找到家中最昂贵的瓶子放置鲜花 每天更是悉心照料 慢慢地他发现 自己肮脏的形象和家 怎么能配得上这朵鲜花呢 于是认真收拾自己 将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后来 他觉得自己干干净净的年轻人 怎么能去当乞丐呢 于是踏踏实实找了一份工作 勤勤恳恳工作 最终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俗话说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很多时候 你的心念决定了你的人生走向 如果你只会抱怨命运的不公 欲是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那么别人给予再多帮助 也会付出东流 如果你一味怨恨生活的不如意 不去想办法解决 那么再多的炭火 也难以究极 万事万物的根源在于自己 当你转变心念 积极勇敢面对一切 所有好运自会降临 时刻秉承一颗感恩的心 感恩世界 感恩天地 感谢宇宙万物 感谢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 当你拥有了一颗感恩的心 便是改变命运的开始 感恩是一辈子的事情 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修行 懂得记住别人的恩情 度人就是度己 度己也是度人 请记住 做好自己 成为更好的人 才能不辜负他人的鼎力相助 不负生命中所有的相遇 自带光芒 让善良和爱 传递给更多人 菜根谈有云 人有恩与我不渴望 而愿则不可不忘 当你感受到 被别人帮助的时候 受到了这份 暖意的滋润心灵 那是因为 别人的善良 照亮了我们 其实付出善良的人 帮助了别人 也不是企图要求回报的 而是希望每个人 都能够传递善良 让世界更加温暖 往往我们行走在路上 遇到了难事了 然而好心人 不愿意留名帮助我们 其实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 小小的善意的举动 不需要什么回报 然而 我们依然要学会感恩 最好的报恩方式 就是让自己保持善良 也要传递善良 也要让你的善良 去照亮别人 报答恩情 回馈社会 是一辈子的事 请客吃饭 或许可以联络感情 但不能将恩情 全部肃清 忍着一生 不仅要回馈别人的恩情 更要将这份恩情 传递下去 影响每个人 有这样一则真实故事 因为从小被父母遗弃的女孩 有幸被好心人收养 不幸的是 五岁又得了小儿麻痹症 父母悉心照料 抚养她长大成人 长大后 更是凭借着各方好心人的资助 找到一份工作 命运看似跟她开了很大的玩笑 却又给了她许多温暖 长大成人后的她 深知自己是因为他人的帮助 才有了今天的生活 于是也在不断积极主动地 帮助着别人 不仅资助村里的女大学生 还为村里经济困难的贫困户 筹医药费 之后更是开启 线上线下销售模式 将家乡陕西的苹果 引进到溪水 带领大家一起脱贫致富 她就是最美苹果女孩 盘群 她说自己原本一无所有 能有今天 感谢每个人 更加感谢大家的培养 从以前受人恩惠 到如今能够帮助别人 此刻的她 深深体会到了 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孟子云 爱人者人恒爱之 一个心存善意 乐于助人的人 往往也会收到别人的善意 一束光 可以照亮自己前方的路 也可以让旁边的人 借助光芒走得更稳 只有当你懂得分一些光 给别人 人生的路 才能越走越宽 只有我们相互点亮前行的灯 才能让黑夜变得不再孤独 生命是一场回生 善良是一场轮回 当你心中有他人 一切美好 自然会为你倾斜 当善良碰见善良 会开出最美的花朵 而帮助和感恩的力量 如同火把 生生不息 永远照亮前方的道路 总结 俗话说 滴水之恩当永泉相报 忍着一生 懂得感恩最重要 感恩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真情回馈 更是幸福的开始 懂得感恩 并知恩图报的人 是世界上最幸福 最快乐的人 心中有多少恩 命中就有多少福 往后一生 愿你生存一颗 愿意付出 懂得感恩的心 人生一路 高歌前行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